每兩年 如果上條的幅度 是要參照 差異物業股格署 所有私人住宅租金的指數 如果指數是超過15% 就以15%是上限的 但是如果指數是下條 那就沒有下限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安排 某個程度上 是很合理地 保障租戶的權益 因為上限有限制 下限而無限 我們做劏房租務管制 這個舉曹 目的是保障租戶 或者是為它提供一個合理的保障 但是問題是 這班朋友住在劏房 它本身的收入相對微薄 它的負擔能力是有限的 它的選擇也不多 當然以革能力也有所限制 起始租金和第一天講到現在 你說可不可以做呢? 我都講過了 不是不可以做 但是我們需要有一個科學透明 大家都要接受一個機制去處理 什麼叫起始租金呢? 就是我要為每一個劏房 定定定一個參考數值 我不要說是指定數值 那這個參考數值 怎麼定呢? 我們大家都住在一個處所裡面 你知道處所是四面的 最基本的 除非你的房子是有特殊的 四面 有窗沒有窗 有一個分別 大小不同有分別 如果它有獨立的廁所 有分別 如果它裡面提供了冷氣 有分別 如果這個劏房 它附帶的服務或者設施是多的 又會有分別 所以為每一個劏房 去制定一個叫做起始租金 是困難的 有分別 謝謝